今天上午在袁隆平院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当地群众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 追忆这位曾经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的老者 下面连线现场的记者郑南 郑南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现在呢就是在海南三亚南凡科研一种基地 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 就是袁老在三亚奋斗了50多年的试验田 那今天呢有很多人自发的来到袁老提字的牌匾前 为袁老送上一束束花朵来缅怀袁老 那其实每年呢 袁老都会在三亚度过4到5个月的时间 而全国各地的杂交水稻专家 会像候鸟一个样来到三亚 为杂交水稻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湖南杂交水稻中心 海南试验站的副站长张展 张展你好 你好 那请您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继承袁老的精神 来做好我们南凡的科研一种工作 南凡对于我们农业科研非常重要 我想要做好这份工作呢 一方面我们要记住袁老师的那句话 那也是我们杂交水稻人的抽薪和使命 另外呢我们要坚持袁老师的科学精神 那就是要敢于创新 勇于实践 坚持不懈 不断挑战新的目标 好谢谢张展我们也相信所有的三亚南凡科研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 将会秉承袁老毕生的心愿能够辛火相传继续为三亚南凡科研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正男